心理危机其实在英文里面 它是叫mental crisis 其实一个人他在一生中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心理危机的 一些某些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你一生中 根本都没有一些心理崩溃的 出现过的话 那我就要恭喜你 那这个心理危机 它其实就是一些突发事件 或者是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压力 然后心理承受不了 崩溃 崩溃以后会形成很多的表现 那这种压力可以来自于失去亲人 可以失去工作 还有失去财产 比如就是说或者失去自由 比如现在国内都已经很多地方都会封城封小区 这样的话 你一下子失去了自由 然后失去了这个购买 就是说采购的方式 你可能会危及到你的健康以及生命 有些病人他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 像哮喘病人 他都会死掉 然后那个要洗肾的病人 他就会死掉了 然后癌症病人得不到定期的这个医治 他就死掉了 所以这些每个人都会觉得可能下一个会不会是我 所以有时候这些长期的这种焦虑 特别在疫情期间 每个人都觉得我不要得这个病毒 我不要感染病毒 我怎么做才能不感染病毒呢 但是有时候往往无论你怎么做 但是还是感染了 那即使感染了以后 有些人是不幸去世的 所以这些活生生的这些例子吧 对一个我们正常人都是一个视觉 听觉上的一个冲击 这些都会无形中形成一些压力 那心理危机之后 有了这些心理危机的话 有些人是可以扛得过去 但是如果扛不过去的话 就会出现一些性格的改变 一些思维混乱 思维就是说钻牛角尖 一些极端的行为就会出现了 那这种极端的行为 比如这个马航的飞行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